《少年派2》虽然是空降上线,但有前作打下良好的口碑基础,让这部剧备受关注。 《少年派2》围绕毕业在即的四小只,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各有困难,但仍旧砥砺前行,互相帮扶着渡过难关。 林够够甜心儿的《少年故事》 不少观众看完《少年派2》直呼,可以继续拍三浪,林够够的校园生活。 第一部中所有家庭矛盾都由林妙妙一个人制造,第二部王胜南和林大为二胎降生,一个叫做林够够,整天黏着小女孩甜心儿的小男子汉。 王胜南俱乐部工作繁忙,林大为事业第二春也处处挪不出空,这四年都是林妙妙带着弟弟上学,同学调侃,你这四年没怎么上,育儿倒是无师自通,修个满分。 父母忙,姐姐又有代沟,没法长时间陪伴林够够,好在够够在幼儿园交了个能帮他打架出头的好朋友甜心儿。 小朋友打架,老师自然要叫家长,这是曹双印第一次登场,作为甜心儿的父亲,得知女儿为了别的男生打架后不仅没有怪罪,还夸奖女儿厉害,和王胜南也交了朋友。 曹双印幽默儒雅,仪表堂堂,还是江州日报的主编,王胜南好奇为什么是爸爸来临小朋友,曹双印闷柔的说,我爱人开公司,现在又属于上升期,所以忙不过来,我就多担待了。 王胜南羡慕地说你爱人好幸福,没想到外表风神俊逸的曹双印,背地里是渣男,甜甜硬保林妙妙惹怒曹双印,林妙妙在校召会上大放一彩的演说,打动了万象公司的高管,逍遥,逍遥向老总甜甜推荐了林妙妙,林妙妙第一次见甜甜,就被她身上独特的气质打动。 甜甜一直笑着,却给人一种凌厉的感觉,让妙妙不自觉地紧张,但机灵的妙妙还是顺利入职。 林妙妙作为实习生和老板接触不多,直到妙妙反手打吕家维的视频曝光,甜甜找到她这个小实习生。 起初林妙妙以为自己的视频影响了公司形象,造成巨大损失,她主动辞职。 但甜甜反问一句,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态度,给妙妙问猛了。 吕家维自带项目入职三年多,为公司带来极大价值,所以公司并不会处罚她。 但如果妙妙带来的价值比吕家维大,那么妙妙就能让吕家维付出代价。 甜甜鼓励林妙妙留在公司,用实力制裁吕家维。 林妙妙养起斗志,是要让渣男声名狼藉。 另一边曹双印因为吕家维的视频,被客户退了单,还要给客户赔为约金,为此她特别的生气,只能提醒吕家维好好处理,两个人看起来联心一切,不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往来。 曹双印提醒了吕家维之后,便去找甜甜,要求甜甜开除林妙妙。 甜甜却认为这件事不该怪林妙妙,但曹双印态度暧昧地说,怪我呀,怪我把公司资源全都交到你手上,活该赔钱,别和我对着干。 面对咄咄逼人的曹双印,一向刚毅不吐的甜甜态度软了下来,仔细措辞回答道, 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舆论的情况下,我们贸然地单独处理林妙妙,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噬,对我们影响会更大。 这件事情,我肯定会妥善处理,给我一点时间。 甜甜紧张地搓搓手,说完后又牵着曹双印的手,颇有些讨好意味地看着她,到底为什么让女强人甜甜如此害怕自己丈夫呢? 甜甜尚未使态不堪。 甜心儿不姓曹,反而跟妈妈姓这一点很奇怪,看曹双印和甜甜相处强势的模样,她不是温柔听取妻子意见的丈夫,不会同意女儿跟她姓,那只有一个解释, 甜心儿不是曹双印的女儿,她是甜甜和别的男人生的。 别看现在甜甜光鲜亮丽,她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。 甜甜年轻的时候能力出众,但一直不受重视,在领导的脸哄待骗之下,她做了她的情人有了升职的机会,直到怀孕后被要求打掉, 她才大梦初醒般离开那个男人,遇到了曹双印。 曹双印作为江州日报的主编,有很多赚外快的机会,但碍于身份地位不好成了知己的公司,如果让她的妻子成立公司,她就可以利用资源赚钱,恰好甜甜有能力又貌美,是最合适的人选,他们就结婚了。 甜甜在职场上雷厉风行又杀伐决断,很快带领万象发展到新的高度,曹双印不满妻子比自己能力高,便开始家暴甜甜。 商场里的女强人背地里也是被婚姻所累的可怜人。 大结局中,甜甜和王胜南成为朋友,得知甜甜的遭遇后,王胜南鼓励她勇敢反抗,给甜希儿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。 两个女人同仇敌忾,甜甜和曹双印离婚,开启了新的人生。 虽然甜甜曾经做错过选择,但她即使止损,在职业上创造新的价值,也有勇气和渣男告别。 你觉得曹双印长得像家暴男吗?